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个中产党 今天一点都不中产 但对中产有最大影响 由屯门大妈的示威开始讲起 首先要讲所谓大妈问题 虽然大妈问题已经存在了很久 但我不得不强调 起码在我们小时候 没有一样叫做大妈现象 你不会说在公园里 有些大妈霸着唱歌 我小时候也会有些 以前的大妈 最多是早上做成文 下午可能会有些联谊舞 但不会很吵 当然也不是 现在是特别吵 以前可能会播少音乐 但会很克制 为什么大妈混帐 我先讲讲一些社会经济专利 以前那些大妈 那些大妈就有空了很多 还有一样要讲 以前那些大妈是打麻雀的 现在没有人打麻雀 现在没有人打麻雀 没有人打麻雀 没有人打麻雀 你不觉得吗 以前很开心 公屋 那些人在走廊上摆台麻雀 这样已经整天了 应该鼓励他们打麻雀 为什么现在新一队大妈 不打麻雀 是的 现在的问题就是 大家健康了 我怀疑是否捉得烟 你在街边聚到的东西 现在很少在屋邨 会看到别人打麻雀 是的 所以你就去唱歌 其实打麻雀就最健康 又可以增增增 非常合理 可以补充大师的方法 我想一样东西就是 大家的文化水平 或者接受的东西不同了 当年的时候 我年轻的时候 是 是 周围的 是一个常态 大家都觉得 其实香港人很吵 因为在外国生活过的人 回来就觉得香港很吵 我也很吵 是的 我自己也吵 我香港人 你美国会被人还吵? 我美国就很乖 做回那些美国人 我一家人就是做香港人 所以当年 大家吵又不是很说什么 但是社会会发展 当外国人觉得香港人很吵的时候 香港人又觉得内地人很吵 香港人又不是觉得自己很吵 但其实他们也很吵 我回来来香港 我也是特别吵 香港人很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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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们觉得自己很吵 是的 他觉得我这个 我这个是一个水平 是对的水平 香港人他最 proud of 自己游行的时候 的确是被外国人有品的 即是当游行示威的时候 他是最有品的 即是日本人去除外 所以今天这个冲突 就是因为 很多这些大妈 我猜她是有 多大部分 可能是新移民 或者是文化 和香港 即是大陆成长的女性 是的 那变了 就有一个冲突 因为香港的人 已经是过了 几十年之后 相对是想一个 凌静一点的环境的时候 就有一个冲突 总之比我 正比我 大妈那里 应该是唱歌跳舞的 那些 香港人唱歌跳舞 普遍是差一点的 是 是 因为大陆人 他们很早的时候 以前唱什么红歌 唱什么 就是一向都有 群人在那里唱歌 小时候 那个是习惯的 而香港人是没有的 但是 现在卡拉OK 有少人唱的 但是我看到 也有多香港人 是会叉咪唱歌 只不过她不是那么大妈的感觉 你没有那么反感 就是现在的问题 其实我们一向 香港都有街头表演 现在的问题 就是多了很多 雜体跳舞 唱歌跳舞 就是整件事 唱歌加跳舞 是的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 因为当你有跳舞的时候 我如果给你唱歌 或者你不会唱得多久 但是播着那些歌 它不是唱歌 是播歌跳舞的时候 你可以搞好 你可以搞得很吵 另外一个角度 是香港人少提出的 就是因为我刚刚 我有朋友出了一本书 是内地朋友 是 他就提到其中有一篇文 就是说到 其实已经是几年前寫的了 五年前 五年前 内地的人 在说北京 武汉 都有这个问题 基本上不是 纯粹是大陆人 和香港的矛盾 大陆人的说法就是 是一些农村的人 和城市的人的矛盾 我十几年前 在深圳 已经经常见到 近来没有去深圳 但是十几年前 那时候我突然觉得 那么奇怪 那些大妈 就无端端跳舞 我都可以 没有所谓 你知我 我又不会聚在一个地方 所以没有所谓 所以我有时看香港的报导 甚至说 你们香港人很粗魯 对大陆人 我看过朋友 他问 他说北京和武汉 内地人如何对付这些大妈 有一个就好像说 是 放狗 放狗 我有听过就是他们用音波炮 就是他们有两个大喇叭 你你吵我 我不是在这里 人家是这样的 我们真的不是很用 我们很文明 非常之文明 但是这个当然 就牵涉到 就是有很多人 就用这个经济学角度 去看这些所谓大妈问题 以前已经有了 就是他们经常都会用高斯理论 意思就是说 喂 你为什么在西云塞间 会有那么多人在那里 吵冤巴闭 为什么你屯门公寓 有那么多人在那里吵冤巴闭 就是因为产权界定不清晰 跟着就有租值消散 这个就是工地之害 因为你没有一个无主的产值 一定会消散 我自己觉得 这些解释都是很低廉班的中学生的答案 因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无论公园也好 无论马路也好 它本身是一个公共地方 难道你可以跟他们谈 不如我收费吧 你以来整个摊档 那里整个摊档 我政府帮你收费 是没有人做的 如果这样 就不如判施私人做 既然公司起来 不如判施私人做 因为问题就是 那条是马路 那条是公园 本身有一个公众的作用 所以产权还很清晰 现在就有两个问题 使用权 是的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以前的大妈 其实他们不是去屯门公园那些 以前在佐敦游麻地 有很多歌听 以前酒楼有下午场 那些大妈 那些大妈 那些阿叔唱歌跳舞 为什么会永远去屯门呢 就是屯门公园 或者以前在街 或者其他地方 第二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警察会不执法呢 就是周英大师 两边都是除了补充 除了大妈去之外 那些大叔呢 就是去跳茶舞 就是你要给贴士 以前在下午 就是去买茶舞票 为什么现在没有人再跳茶舞呢 就是你有没有跳过茶舞呢 茶舞的意思是有女众 有女众 有女众 茶舞好吗 茶舞好吗 茶舞要磅水 是啊 茶舞好 现在都磅水 一千万一千万 不是吧 当然 作為一個男人,其實你所享受的,不是跟女人有好色情的活動 所以這件事是會的,但大部份的時間都是跟女人去調情 我們經常去做的事,絕大部份的時間都不是用來… 沒錯,其實大家只是喝花酒,你知道甚麼叫喝花酒 喝完喝花酒就閃了 喝花酒本身是一個娛樂,可能是你更喜歡的 你說怎樣解釋,為何那些阿蘇阿伯不再調查 跑到田園公園、西人賽街 因為方便,因為你入口純粹是方便 兩邊都方便,即是那些大媽可能也是住附近的 他們下樓跳又方便,那些大叔也是下樓又方便 難道他現在茶舞的地方 你又很難屯門開一間茶舞的地方 這樣說沒有,這個我還說還有一件事 就是國產零零七的問題 最後那幕周星馳和余銘宜在那裡搞 余銘宜說,不如我們回家,阿七 阿周星馳說,不是啊,這道環境不錯 現在茶舞,你如果去深水埗屯門去搞一個茶舞的廳 有這種環境可能未必好得過你的公園 絕對是,因為現在香港的公園 又比我們年代的公園有市政很多 可能有黑社會,就是龍蛇混雜 現在黑社會幫你維持秩序 黑社會幫你維持秩序 黑社會幫你維持秩序 所以我覺得那裡不能忽略了 在香港來說,你是一個花園是很奢侈的 反而你歌廳就不是很奢侈的地方 這個可能都是世代問題 你問我,跳茶舞,如果真的有去跳 至少要冷氣,大佬這麼容易 但我想那裡不是,老人家可能真的沒什麼所謂 你想想那裡鳥月花香,春日涼芳 可能眾角也有感覺,下街又是 錢可能已經不是一個問題 一部份你坐車又貴,又麻煩 一下去就是,快點下去之後 然後回家搭一搭 又是,好像你的遊行一樣 你們可以下街遊行,很方便 下街,唱半個小時,上去休息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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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 第二個問題就是,為什麼這個執法會這麼寬鬆呢 其實很簡單,你一吵就罰他錢,一吵就趕他走 你會發現那些管理員是很縱容這些人 由以前西洋菜街,去到天星碼頭,去到公園都是一樣 管理員的意思是市政那些? 對,公民署也有,警察也有 為什麼要抓小犯這麼大力呢? 對,然後反過來,警察就是,你叫警察來沒有用 警察會保護那些,阿嬸 這樣說,你們是,這個也是你說的租借銷殺問題 你沒有人執法,就自然會有租借銷殺 都是一個經濟學長的問題 但為什麼會沒有人執法呢? 我想是你,譬如說,抓小犯的,或者是左階的 他就比較容易去,你擺了出來就擺了出來 就犯了法 就犯了法 你說他在跳舞的話,不讓人跳舞的嗎? 是 你說吵的話,那幾吵什麼呢? 我下廊拿著什麼分配計去瞞著你 我立刻那一刻就失誓了 那你怎麼樣呢? 還有就是,公園是被人玩的嘛 就是街上不是被人玩的,你一來就做 那被人玩,你只是說大聲而已 你不能夠說去公園做這件事錯的 或者你只不過說我樣衰,道德什麼 也沒有寫到明話,怎樣 我又不是... 這個品味問題,結果也是一個很難的刀纏 因為我自己想,有兩個解釋 第一個解釋就是,如果你一刀切的話 所有的表演都不行了 然後那些大貓人反過來投訴 那些人就在那裡吵,那些人就做些不適當的事 在街上,原本有一群年輕人在那裡玩音樂 你又趕著他,公園每樣都沒得搞 可能他有寫了很多東西,其實都是踩界的 結果就會引來更加多的紛爭 第二,我自己的想法就是,因為他們天天來 還要住在樓上 你不敢說他 你不跟我們說,你遊行 你一個星期,最多就是一個星期一次 他們天天下來 總之你趕完,他又會回來 上個小時你趕完,下個小時他又會回來 當你發現沒辦法理他們的時候 就唯有屈服,這個可能是最主要的原因 好,你也就要到這裡